那我就很好奇耶 請問你的妹妹什麼時候帶過 男朋友跟你爸媽看過 我妹妹自己會帶槍 難怪美國有這麼多槍 因為大家都拿槍 像女學長也是像Fabio一樣 父母不一定會第一個影響說 這個是你的男朋友 或是什麼的 他們就會比較輕鬆 可是在台灣我覺得也是會有壓力啦 例如說 我們男生應該是最怕 跟你可能是在一起沒有多久 然後可能是被邀請去過年啊 然後可能是要在那邊三天四天 搞不好一直住在他們家 然後大家都在打麻將 然後全家都在這邊 那個就是會有壓力啊 可是西方不是也會一起過Christmas嗎 可是不是很少是一個禮拜 又不是三天四天 一個晚上 家族裡面的就是講到家族就會覺得裝忙 但有一種人是非常裝忙 一種男生就是你跟他說 老公你幫我倒個垃圾好不好 等一下 我忙完就去 或者是老公你幫我做什麼事 我等一下我忙完就去 然後忙著忙著 就沒有下文了 沒錯 然後就變垃圾要自己倒 白兩天 東西要自己收 有沒有這樣子 可是你在外面 又沒有叫你 妳臉蕭圍有用手嗎 妳倒垃圾啊 妳倒垃圾啊 不用跟垃圾桶聊天吧 對啊 不是 我覺得倒垃圾來說的話 男生的立場的話 你看我們每天倒垃圾 跟我們一個禮拜倒垃圾 到底是一樣的 不一樣 沒有 你有養小孩以後 垃圾不滿一個禮拜 而且不好意思 等一下 請問這位主持人 你一開場到現在 講了幾句話一個 我每天的臉蕭圍 我每天聽你們臉蕭圍 我也很累 因為像我們家的話 我老婆是每天都堅持要倒垃圾 當然啊 但是以我來講的話 因為垃圾袋很大 你垃圾每天就一點點 就這樣倒的話我覺得 那裡面會有什麼 對 很浪費體力 而且垃圾袋會很貴 那就買小一點的垃圾袋 我都是把垃圾撐到爆 快要爆的時候再一丟 它是為了你的健康 這才是實際 而且要壓縮再壓縮 壓縮再壓縮 然後那個爆紙再加 再提煉 壓個七天以後再去倒 你應該知道 外面有賣小的垃圾袋吧 你是地球的勇士 對 我們是環保 環保的先鋒 拜託 我跟你講 你壓了七天以後多重 都是我們去搬 可是你不用一天那麼 幾張衛生紙 要倒垃圾 而且你真是充分做到了垃圾減量啊 對 兩位聊完了嗎 兩位 你們好了沒啊 也替地球的未來創造一個很好 地球就需要我們這種人 那兩位是要出來選台北市市長嗎 沒有 我就提倡環保 文明哥 有個狀況 希望你可以幫宇文 來解決一下 幫宇文 他為什麼會到家 又是我老公不愛我了嗎 又是他不愛我了 又是他不愛我了 為什麼你老公回到家就當大爺 他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我應該是說以前是少爺 可能媽媽會幫他準備好吧 比如說你叫他洗碗 或是倒垃圾那種東西 你可能是要講說 這個杯子 比如說我以前跟他約會的時候 我常常回家發覺 三個杯子在桌上 結果他今天喝完 他就擺這邊 第二天就換一個杯子 喝完再擺在這邊 第三天又換一個杯子 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不能把杯子 就是拿去廚房 他就會把它拿去廚房 但擺在廚房的桌上 他還是不洗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擺在廚房的桌上 洗碗槽就在旁邊 你就擺在洗碗槽裡面 泡水 他就真的泡水 還是這樣 然後最後我就跟他說 既然水都泡了 為什麼不能順便手伸進去 把它轉一轉洗乾淨再擺回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叫他洗 我覺得很難懂 對啊 因為男生真的是一個苦的一個動作 沒有嘛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拿進去廚房 就是叫他洗 但是沒有想到他就是真的 因為男生真的就是 一個苦的一個動作 不是 我們當兵都習慣 一個苦的一個動作 這女性很強 所以我以前是很不 所以男生都習慣 當兵一個苦的一個動作 不是 所以當你在床上的時候 你老婆要喊 一你就上 二就下 不用 我們只要聽她聲音的頻率 我們就自己知道 會配合這個節奏 那為什麼這件事就不用 不用了 因為班長喊說 單兵攻擊 我們就知道要幹嘛 不是 我跟你講因為我們對女生來講 我們很難揣摩女生那種 細膩 細膩的心思 我們通常都會 你叫我幹嘛 我就幹嘛 因為多做多做 少做少做 你知道嗎 比方說宇文剛剛講那個方法 如果我是她老公 我就會覺得說 她叫我把杯子放在裡面 對啦 放在外面不好看 所以我把它放在裡面 可是那是用過的 哪有什麼好看不好看 可是我不會想到 洗這件事情 懂嗎 然後 對 男生真的是這樣 比方說我們在流理台上放一放 宇文又說 那女文不順便放在洗手槽裡 好 那就放下去 老婆要我拿進來 原來是她要洗 好 我就放在洗手台裡面 還是她要洗 真的啦 對啊 維銘哥講是真的 因為我以前很常會為這個事情 跟你這樣吵架 後來我發現 真的男生他就是覺得 他以為你要洗 只是一個動作 我照你的話講 我這樣放在廚房 你還在發什麼脾氣 沒有 我覺得這一定是有不愉快的經驗 OK 我以前有幫我老婆洗過碗 洗完以後我就放在洗碗槽上面去 她說 你會不會洗碗啊 怎麼洗那麼髒啊 她拿下來又再洗一次 那導致我們以後 我們泡水就好了 沒有 可是如果到最後你不要 比如說你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對不對 如果我到最後如果安排你 說那你今天做這個做這個這個 你現在把垃圾倒出去分類什麼 她有一天會發脾氣說 我不是機器人 你不要控制我 那因為你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啊 不是 我跟你講 男生會發脾氣是因為 你為什麼不一次講完 你要講那麼多東西 對 你要我洗水杯就說洗水杯 要我倒垃圾就說倒垃圾 要我摺衣服就說摺衣服 不要覺得你好像講了一句話 我就要全部都會做 男生是這樣的想法 那彥均說是女生才會裝累啊 其實像我老婆是沒有工作 然後在家裡就是會 就是人做很多家事這樣子 很好啊 辛苦做家事 可是你知道嗎 像我對衣服是 摺衣服是有潔癖的人 那有時候後面衣服已經 因為我們的家事是分工的 洗 我洗 曬 他曬 收 我收 摺的話就是他 很好啊 但是他有時候摺就是摺不好 我說 我說你今天怎麼會摺得這麼糟糕 他說我很累 我說 可是你今天在家裡怎麼會累呢 他說沒有 因為我剛剛看的韓劇 太感動了 很累耶 我哭得很慘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而且韓劇有時候70幾集真的很累 真的 OK 好 都是你們的理由 然後那個衣服在摺的時候 他對摺也沒有摺好 然後內褲也隨便亂摺 我說你這樣的話 我回來又要再重摺 不是啊 那你內褲不是 拿出來就要穿 對啊 你剛剛講了不是就要穿了嗎 我跟你講 你老婆已經不錯了 女生的內褲那麼小一件 怎麼摺啊 你自己摺啊 她已經會摺已經很不錯了 沒有 我說說女生真的是 你們 我們做的朋友跟你道歉 你自己摺嗎 不要這樣 沒有 沒關係 沒有 到最後現在就是 我的地方我來摺 你的地方呢 就你摺 就變成是這樣子了 對 不然她就沒辦法解決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很好啊 女生也真的很愛找這個藉口 好累 我想休息對不對 超喜歡每一次 早上起床就累了 對 那就是我們肝不好 沒有休息夠了 誰 這樣都可以講 看著聽視都累了 客人這樣子太誇張 每一次來天 那個船上的運動 我累了 那就是你服務不周到 對啊 不吸引人了 就不吸引人了 我們約個飯店好不好 我們約個飯店好不好 不要 很容易 他有溫約 我現在肝指數有點上升 很容易累 沒有 真的 每一次都要 晚上回家 因為我女朋友她說 她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說晚上做 比較不健康 早上做會比較好 但是早上來 我就不想做啊 你們會很介意 當你們想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女朋友裝忙嗎 會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擦 裝累啦 沒有裝忙啦 對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這東西是雙方的啦 你不能去硬逼啦 我覺得不太好 你是不是已經開始厭煩了 對不對 不是 你自己都能下台 你自己都要走台車下來 童平哥 他也看同一個人看十年了 他應該要煩了啦 對 可是依凡怎麼了 你為什麼說他 你們當兵不是都很需要嗎 運氣很好 我女朋友都沒有跟我這樣講 我很累 也是炫耀 又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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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拒絕過他 這是炫耀我的一種 賈斯蒂你打X的意思是 我沒有遇過自控 我沒有遇過自控 你們今天是怎樣 全部都炫耀 對 我覺得肚力沒錯 因為我已經 好紅 發比歐你說肚力講的沒錯 我覺得肚力沒錯 如果很累可以馬上睡覺 沒關係 可是我們男生可以介紹女生很累 可是你們女生馬上覺得 我很漂亮 我不性感 所以你比較生氣 我覺得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女生喊累的話 你可以接受 對 但是如果女生想要男生喊累的時候 女生就會生氣說 我已經穿得這麼性感 你還不馬上給我 女生會翻臉 真的 不公平啊 因為沒有餵飽啊 是 就是 如果男生就是覺得 我們 OK 女生覺得累 我們都會覺得氣勢沒差 可是如果我們 我們這樣一樣的解口 就是說我們很累啊 你們女生就會翻臉啊 就生悶氣啊 躺過去就不理你啊 那種感覺 好像是很沒有面子的那種感覺 女生如果在這一塊開始說 我很累 我有點忙 會不會是因為她覺得 男生對她的態度不一樣了 甚至有可能她懷疑男生劈腿 所以她就不想要跟這個男生幹嘛 會不會 宇文也有遇到嗎 宇文 宇文已經劈腿了 現在是直接跳過我是不是 沒有沒有 他會拿大隻到誰 怎麼樣 你去香港了不起是不是啊